好的 各位法师还有各位局势 还有各位朋友们 大家傍晚好 那么这个是 都听到吗 你们英文的可以吗 Is that all right? English one? You didn't do the testing before? Is that all right? OK 那今天是我们第三次的开示 但是用中文是第二次的开示 那么今天我就借题 借着讲一部经 但是我不是要 主要是把整部经的内容说 那当然这个 先讲一下 为什么要提一部经 就是也让大家将来有机会的时候 下次再看经文的时候 真的要仔细地看 那么仔细地看 就是真的要用心 用一种修行的方式去看待 因为刚好今天在小餐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人问我说 他说啊 你跟我讲这个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 不要有这个称慧心啊 那么这个道理 只要知道道理就好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修呢 不需要修 所谓修就是说不需要禅修 也可以啊 那我就顺带就把这个 怎么在佛教严格地说 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呢 我就当然里面提到一些修行的内容呢 就顺便提一下 那么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一部经呢 我们叫做《马义经》 那么当然为什么叫马义呢 这是叫 当然在拜文叫阿萨布罗 只不过是说这部经呢 是在这个地方说的 但有可能呢 因为那地方养很多马 我猜测了 或者有很多马 所以呢 我是没有去追究究竟是怎么样 就是我猜测而已 那就是说 所以那个地方叫马义 在这个印度的一个地方 那么事实上呢 主要的内容呢 我以为你们已经看了 刚才发给你们 就教你们先看一下 有没有看吗 实际上呢 主要的内容呢 这部经呢 主要的内容呢 实际上是要说到 当佛陀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所以发生了一些因缘呢 那佛陀要说明 一个出家人 所谓穿着这个大衣 大衣就是袈裟 穿着这个袈裟 实际上他真正的重视的是什么 然后呢 这里面就有提到 说 一些出家人 他出家了之后呢 那么人家会问说 哎呀 你们出家人啊 沙门 沙门就是指这种 离开的这种 刚刚我就教你 现在是 来的时候是 没有是 等一下 sorry I just have to wait because some looks like they they don't have the battery they don't have the battery they don't have the battery I think sometimes they translate the bhikkhu as recluse yes but actually no maybe no I don't know I cannot but recluse might be they translate as a sramana so I think it's sramana mostly the word sramana translate as a bhikkhu I know as the recluse because they wan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sramana and brahmana the sramana is the one they would not get married so then they will they would definitely always you know basically I think the main distinction is they don't get married they will have the vow to be celibacy take a celibacy as a vow but the the brahmana don't necessarily do so I think recluse mostly translate from the sramana that's the term here I think recluse right so it means the sramana sramana ok so 好了 我们回答来 最主要事实际上呢 当 比如说像出家人嘛 人家就会问嘛 你们是出家人吗 这是我们中文的说法 soy上在 佛陀时代呢 一般不是叫出家人 都是只说叫沙门 so你是沙门吗 这沙门的定义呢 最主要的定义就是 最主要是区别 就是他知道 沙门呢 也是追求这个宗教的生活 那但是在印度这个环境里面呢 如果他单为一个沙门的时候呢 他们呢 基本上呢 都是会 就是主要沙门的特色 就是他们不结婚 就是所谓的这个 像出家人这样 就是一个禁忆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主义之下的 追求宗教的生活 在印度的这个社会里面 其实到现在还是有的 那另外的一个就是 所谓的这个婆罗门 婆罗门 当然 其实简单讲 为什么叫婆罗门呢 你也可以这么了解 就是跟随 跟随的这个 犯天的 叫做婆罗门 就是 因为 Brahma就是 Brahmana就是 犯天嘛 那跟随的犯天呢 叫做婆罗门 那么 当然在这个婆罗门里面呢 主要还是可以结婚的 那么他们所做的工作 就是有宗教的这个祭祀啊 其实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那个所谓的这种 婆罗门这种团体 因为他们社会的结构 从一开始出生 到他结婚 到死 这些重要的这几个 几个庆典 这个 都不是庆典 这几个这种 这些的这种活动呢 都是由这个婆罗门来 要去举行的 要去筹办的 甚至要他们来 来做举行 要举行这些事 那么在这部经里面呢 当然开始 因为就好像 佛陀刚刚因为 讲法嘛 所以很多人呢 对于这个 就是说 沙门这样的概念 不太了解 所以人家看到 比如说出家人 就好像 我现在想到这个 就好像我早期 到中国去的时候 那大概在 97年吧 我去中国的时候 真真假假我不知道 但是我至少 到中国北方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说 尤其我穿了这样 又跟汉系的不太一样 所以 他也会问我说 他是和尚吗 他是出家人吗 就是搞不清 大家都在议论 看到我讲 那当然这个是 只是一个外表 那世纪上呢 这部经呢 主要问说 当人家 佛陀就说 人家问起你吗 说哎呀 你们是沙门吗 简单讲 就是你们是和尚吗 你们是出家人吗 你当然讲说 是啊 我们是出家人啊 那么没有一个出家人 基本上 尤其不认识的 除非是 除非是蛇属一窝 听得懂蛇属一窝 属于我吧 除非是 本来就想干坏事情的人 要不然的话 没有任何一个出家人 会在面前告诉你说 我不是出家人 我是假装的 对不对 没有一个会讲 这是一定的 然后而且问起 你这出家人啊 你们是不是跟着法在修行啊 也没有一个出家人 会告诉你 不是不是 我没有跟着法修行 我是骗人的 也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一定会跟你讲说 哎呀 我们都是出家人 然后我们都会跟着这个 正确的这个佛法在修行 然后所以我们才会叫做出家人 当然都一定是这样 这一点也不惊讶 这部经呢 有一个意思 有趣的地方 当然就是在这里了 那么当然他 接下来他要告诉人家 他是一个出家人的时候 除了这些之外呢 说我都是跟着佛陀所教的法在修行 对不对 至少我出家这一段这么久 这么时间 我看了很多嘛 从来没有一个出家告诉我 我没有 我不是的 我是假和尚 就是 毕竟他批在家 说没有没有 我不是 不会的 到处一点讲 所以这已经没有什么惊讶 接下来 当然尤其在我们这个佛教 本来的这个戒律上来看 就是说 那么当然接下来 他就会指出来说 你知道吗 我是个真的 我是个出家人 因为我就是只是受供养而已 我没有去赚钱 然后我就是 简单讲就是 我病了 人家是给有医药 像这些 然后我也是住在庙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说 人家给我的这个家座 所以简单说 你也是承认说 你事实上在你的 所做的一切都符合这个出家人的 好像我们认定 出家人该怎么样的 这种条件 当然更重要就是 出家人还有个特色是什么 在印度的社会 当然在佛教也是这么认为 那么就是 身为一个出家人 当然就是说 人家只要是供养你 不管是什么样的 医药也好 食物也好 就会得到很大的福报 是这些 大家应该都了解这个概念 但是呢 当然这个是经 这部经呢 我觉得因为我们有时候 这是我加一些语言 加一些字 这经里面呢 总是要为了不要太 写起来不要太难听 所以总是写得比较含腐一点 但是既然会被记载下来 一定有它的原因的 那里面呢 接下来呢 当然佛陀就说 其实啊 很多人呢 他虽然讲 他说他是一个出家人 但是他不是真正地 跟着这个出家人 该学的法来跟的 那他这个要讲这个 那么比如说 如果这些出家人呢 他有这个贪欲 心里就是取了这种贪欲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舍掉这种贪欲 这些都算 那里面他举了有九个 我等一下再解释这个 就是说有贪欲啊 有这个称慧啊 有这个愤怒啊 那么 有这个怀恨啊 有这个 这个怎么讲 隐瞒自己所做的恶的事情啊 那么还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想害人啊 然后还有妒忌啊 还有就是很吝啬啊 那么 这个 接下来还有就是说 很狡诈啊 很奸诈啊 那么 还有去欺骗啊 这些 还有这个 有一个很 不对的恶见 明明知道是邪见 也不想放开 像这些 这些呢 在佛陀的看法 你就算是穿了一件袈裟 所以上呢 你已经不是在行了 出家人的这个道路 那么后果会怎么样呢 当然这个也是 大家读佛经都听到了 后果呢 就是一个人呢 就会堕落这个恶道 就是都不知道 这个 这里面 我就要先大概讲一讲这里面 这当然这样听一听就没有什么意思嘛 因为大家都好像觉得 我们有个习惯 读什么东西都这样 反正读过去看起来 都是这样你做好了 那没什么 尤其现在啊 就网路太多了 随便寄来寄去 寄来寄去 这个资讯越来越发达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感觉 我只记得以前 我们很难得有一本佛经的时候 看到一个佛经 哎呀翻了又再翻 翻了又再翻 然后很珍惜 每一句话 这样 我还记得当初我们在学习过程 因为不好 不容易得到佛经嘛 那么更何况 那时候我在斯里兰卡 我要学习 想看佛经 英文的更没有了 当初英国呢 有出了一套 像那个我们叫 Politic Society 佛教圣典 有把这个巴黎战呢 这个经文跟绿战 跟阿比达默战 翻译成英文去 也没有钱买 因为买 也不能只有单买的 要买就买一套 一套叫两千美金 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 两千美金是个大数目 现在也应该也是 算是有点数目 尤其我们当个和善 我在斯里兰卡住了九年 前前后住了九年 我只有拿过一块钱美金而已 对 对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那两千美金对我来讲 是一个大的 当然还好我还是 常常没有办法 要回马来西亚去 像到一些地方 他们有一些供养 我在斯里兰卡 真的在那个时候住 我唯一的要离开之前 现在听说斯里兰卡改变了 我不知道是好是坏 我那时候在那边 唯一的拿到红包 所有红包就是有供养的钱 就是五十个斯里兰卡钱 五十个卢比 其实一块钱都没有可能 对 五十个卢比 而且那个五十个卢比拿到的是 因为我们四月里面的一个师兄 他的亲属 就是很亲的亲属 要共生 他硬要他们 不要给别 直接就给钱了 因为他太了解了 出家人 拿了一大堆毛巾 拿了一大堆奶粉 奶粉还好 我们还可以喝 我们有时候奶粉拿了回来 要充公的 这个要全部充 现在懂充公吗 就是妙共有 不是你的 肥皂没关系 毛巾没关系 所以我的肥皂 有大概几百个肥皂 用不忘了 我有很多毛巾 所以我以前很大方 其实是棘手不易 棘手不易 因私以论 我的是怎么样呢 就是因为太多肥皂 太多毛巾 我说刚刚来的这些出家人 不管是中国来的 台湾来或者哪里来的 马来西亚来 他们一来都没有肥皂毛巾 随便你拿 多少都可以 anyway 那这个 你讲到这里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那时候 如果有一步机 我那时候真的感慨 跟现在差太远 我们那个时候 如果今天 哇 很威风的 如果你买了一套战金 就是巴黎的英文翻译战金 摆在那边 哇 立刻显现你的威力 一看 我这个战金一套在那里 现在不谈也没有看 那个已经很 就是很烂 你的眼睛 哇 很羡慕那种感觉 现在 谁管你的 还嫌你麻烦 是吧 这个重点是要讲到 那个时候呢 我们在看金的时候 真的是 一看那个金的时候 不是说 哎 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翻来翻去 好像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其实我为什么讲这个 不说你们 我说我自己 因为我知道我也有 已经慢慢产生这种毛病了 东西自信太多了 佛经也是太多 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看 去思维 最近这个里面提到的东西 跟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呢 更惨的我觉得学佛法 我看的比较多 那当然我有时候也会犯这个毛病 更惨的就是 已经把看佛经了 看到变成就是 看小说 还不如小说甚至 你没说什么 不记得了 那小说你还知道故事吗 看个电影你问他 电影讲什么 我还知道啊 佛经呢 看过了 不知道 忘了 名字不记得没问题 就像看电影你记不了 那个看过什么电影 你名字不记得 但是真的 真的说实在 我们自己也要虚心想一想 有时候真的连那佛经看完了 连那个内容都不记得 对啊 是不是啊 对啊 这个就是可见我们现在 对于一个佛经说 我们要尊敬法 这个概念是真的要 稍微的要谨慎 记得也不代表你真的是了解 但至少你还知道一个故事在那边 所以呢 这个里面呢 讲到这个事 顺便要提就是说 这个听起来很简单 没有什么 但事实上呢 他要提的内容太多 这个我们自己也在反省一些事 当然也包括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现象 就是说我们首先认定 如果今天我们说一个人是真正的一个出家人 出家人 你怎么去认定他 当然很多人就后面里面有提嘛 就好像有一些在印度有不同的这个修行人 他提的大概有八类 那么有些修行的人呢 他怎么样子呢 有些私行人呢 他们的修行方法就是 常常就是一个脚站着 就是经济独立 知道吗 那么有些修行人呢 他就是 我看看这里有讲哪一种 有的就是说 他在那个 他要图那些尘土 在他身上 有没有看过你们 没有吗 那你可以在 现在很方便 Google一下 Image 打那个叫印度的修行 Asthetic 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些修行的人呢 他实际上是裸体的 但是他虽然是裸体的 他身上还会涂黑色的那个篱发 在那个脸上 身上 所以他会 当然有的说法 他为什么涂这个 是要保护太阳赛 但不管如何呢 在他们的理念呢 他要涂这些东西 是要说明 他们很放得开 可以舍掉一切东西 但是涂这个东西呢 也是说明说 他连这种 安藏的东西都可以涂在身上 就是那个篱笆都可以涂在身上 我刚才说 有的人解释是不同方式 但不管如何 就是说 真的到现在还是有的 那佛陀实在更不用说 更多了 那么有的修行呢 你知道印度也很流行的 就是把那个头发 给它砸起来 卷一个圈 他们就是叫做 就是带一个这样的头发 那他们平常怎么样呢 他们一般都长得比较瘦小 因为他们一定要 一般吃不多 他们一定要学会怎么样断食 他们出门的时候呢 一定手会拿着一个小胡子 一个水瓶 但是不是玻璃的 用筒做 因为真正的 他们觉得玻璃太现代化了 他们还是造的这个传统 所以他们会拿着一个用筒做的 像水瓶的东西 所以他们到哪里去 就会手提的一个水瓶 那他们都是随意而安的 他们到一个地方呢 就住在那边 然后呢 他们会 有时候这些旁边的人看到他们呢 都会拿那个草席啊 就铺了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会坐在那边 那他们基本上主要是做什么 就念咒语啊 然后拜他们的神啊 然后这个 有的 现在来讲 就分几个派系 有的就是 有的是这个额头前面是点红色的 有的是画成白色的 红跟白 那白色的 这个画几个白的 那就是跟着四婆派的 那么画红的 那个 我们那个珠红色的 那就是跟着那个叫做Krishna 那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 八个Krishna 反正另外一个神的 就是个派系 无论如何呢 其实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也是蛮好的啊 他们也很不执着啊 他们就是只有席地而坐 然后真的叫席地 就是给席子他就坐在那边了 然后他们就拿着水瓶 在那边住几天 那他们就离开 他们就游泛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像这样的话呢 当然也包括了就是 还有的就是 我刚才里面有讲 有的就是 常常一定是只有坐在树下 简单讲 他们不会住在你家里面 都是住在树下 那么有的就住在这种露天 山洞里面啊 有的刚刚我讲的 就是他们就是 而且还有的就是 每次一定要断石 断完这个石 断七天的石 就断三天的石 每次在做这个断石 断石他认为修这个断石 可以对他们的这个宗教经验修行都很好 但是呢 这个就回答来了 佛徒就讲了 我们不能呢 以这个外表 是因为他们是这样 就说他们是出家人 那么这一点 我们就回答来了 那么怎么去看待一个出家人 对不对 那这里呢 我不是叫你们去学了这个之后 开始去批评人家 我们今天在这边学禅修嘛 就当然说实在在古代来讲 真正有这种时间学禅修 那么有这样的好要学禅修 当然以出家人为主要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跟提到的这个里面的课题 简单的讲呢 这佛徒就说了 其实呢 就是不是说因为你穿了一件这个袈裟 它就翻译为大衣 就说你是出家人 而是应该呢 你要是这个出家人呢 他本身呢 知道他有这些课题 但是他要去断掉这些课题 那就今天我们大概要讲的一些主题 这其中之一 那么现在还没有讲到里面 在断什么课题的时候呢 先谈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呢 他不这样子认知的话 就是我们修行的人应该这么说 我们今天就把出家人当地叫做修行的人 如果不这样认知的话呢 他用一个 一个批译就是说 就像一个人呢 他有一把斧头 小小的那种小小斧头 不是大的 那个小小的这种斧头呢 这个斧头不是一边的 是两边都是瑞丽的斧头 我们一般斧头就是一边嘛 它两边都是瑞丽的斧头 好像这个斧头一样 不单是删到别人也删到自己 不是 这个就是佛陀在告诉我们的一个 那么这里更有趣的这个论呢 怎么解释说 这种斧头怎么制作的 所以可以可见这种斧头在传说 它这种斧头 它是他们这个 他们要先用一种那个铁 掺杂在这个食物里面 掺杂在食物里面的时候呢 他要把这个食物呢 就给那个 那个 路湿 台湾的那种路湿 知道吗 一种鸟在沼泽地呢 常常出现的 就给它吃 吃了之后呢 这个路湿呢 就会 因为它有这个铁 一种铁在里面 所以它会死掉 死掉了之后呢 在那个时代 它就把那个 再从 拨开它的肚子 然后再把这个铁呢 跟那个食物都拿出来 当然就把这个 它死掉嘛 就把那个铁再拿出来 然后又再掺 在食物里面 又给那个路湿吃 在那种香气里面呢 如果这个路湿呢 吃了 就是简单讲 就是这样的铁 给路湿吃了七次 意思是死了七个路湿了 然后这个呢 就可以把它 用来可以打 就是把它打铁 打铁就可以做成 刚才我讲的这个铁头 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是 佛陀会用这个批语来说 只是说到说 简单讲就是 暗示说 一个人如果 当他有一个修行的人 想要修行的人 如果他心里 还有这些东西 没有想尽办法 想要把它去除的话 那已经一直在 好像在一个路湿一样 吃这个 对不对 那么当然就是 就是很痛苦的 那么就 就简单讲就是 对自己不好 当然这个 只是一个 一个说法 就是说明说 当然 而且你就算是 这个铁头拿出来了 弄好了 其实这个铁头 就是可以伤到你自己 也会伤到别人的 一个这么 这么伤害性 这么大的一个力气 当然这种批语啊 我们要了解 每个文化都不一样的 我常常发觉 以前早期 当然简单讲 就是有时候 你要了解佛教文化 有时候要从 印度人的角度去看 他们在讲话的方式 他们在批语的东西 我想跟中国人 也是有点不一样 那我就现在 不打算解释 这里我们要讲的 就是里面提到 这个的时候 其实他最主要提到说 当我们一个人 如果在修行的人 如果把这些事情 像我们有称恨心 我们有这种烦恼 这个东西存在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把它 可以去掉的时候 它其实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 还是可以让我们 有这个 让我们可以 因为知道我们 没有这些烦恼 没有这些的东西 这些烦恼的时候 我们可以因为这样 而生起这种禅定的力量 就生起这种禅定的力量 那我们现在谈谈 它里面提的 这些烦恼的内容 其实跟 像这个所谓的 维师 维师中 当然跟一般的阿比达摩 所归纳的 大概是一样 就是我们所谓的 小水烦恼的内容 大概一样 里面的内容 包括了 我们一个人的愤怒 在佛教里面 把它分了几类 一类就是 就是简单讲就是 我们把它一类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一种愤怒 但这种愤怒 有时候 如果这种愤怒 如果我们当时 可以解决的话 这个愤怒就不会 继续再下去了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在路上 在马路上走路 那有的人 刚好经过 比如说 不想撞了你一下 对不对 你一定不高兴嘛 你被撞了 然后你感觉 好像被攻击了一样 不过呢 你如果在那时候 虽然不高兴 但是 不管那个人 也没有跟你讲 I'm sorry 或者什么 他还不跟你道歉 他都跑掉了 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说 骂他 死鬼 什么什么什么 骂了你没事 是不是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其实很多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说 当然修行的人就不说了 怨你快乐 这个太难了 是不是 那么能做到 发觉自己不高兴 怨我无怨 怨我无恼 已经很了不起了 做到说怨你快乐 那更难 但是呢 或者另外一个选择 或者人家不自觉的 他就一直把这件事情 记在心里面 就觉得 今天真倒霉 是不是 早知道不要出来 或者早知道不要走这条路 我刚刚想了 已经觉得不对劲 前面那条路本来就觉得不对劲 所以就给自己很多理由 那这都不打紧 什么理由都好 如果这个理由能帮助你 这很好的事 但这个理由如果没办法 说服你 帮助你 反而变成你的 加强你对这件事情呢 邪见 那就麻烦了 那就是认定说 我就是被注定要被这个人撞的 所以简单讲 我就是被注定 今天我就要发脾气了 因为发脾气也是被注定的 所以回到家的时候 当然你就 凭着可能没什么事 但是那时候你就很不顺眼了 什么事都看不顺眼 所以的因在那里呢 因就是被那个人撞 这个那时候看不顺眼呢 佛教的我们就叫做恨 你事实上呢 已经起了恨心 你呢 起了恨心呢 它的最主要一个特色是什么 就是你本来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你不想把这个不愉快的事情放下 你放得下吗 当然放得下 问题 当一个人在无名 不了解事情的时候 没有正念的时候 或者不知道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放不下 然后就怀怨在心 怀怨在心呢 这个可能有时候还好 相对来讲 因为只是怀怨在心嘛 最麻烦的就是 变成一种脑害 脑害就是 懊恼 烦恼 当然这个脑害 会造成你整个身体 就好像被你垂打一样 一想到就好像被你吹了几锤 你们没有这种经验 还有只有几个人有这个经验 哇 这些都是大罗汉来世 这个我们讲这个是很现实课题 我也没有针对 我确定有这种经验 你们不肯承认我承认 我确定有这种经验 所以这样的这种脑害 那么变成有这种懊恼 一想到你就感觉好像被你吹了 前面一想到就好像 前面是你有恨 那最开始的时候 你是有愤 就有愤恨这样 中文 但是在佛教来说 如果那个时候 那个人撞了你一下 你就骂了他一下 虽然不是一定那么好 但是呢 搞不还没那么糟糕 是不是 这也是为什么 在现在的这种心理学的这种概念 有的时候说 当你生气的时候 你快点把他骂出来吧 你不要把他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呢 那就更麻烦 很多人呢 看不到这一点 你也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很多人呢 当有事情不高兴的时候 他直接就说 当然我所谓骂的意思 不是什么 就是说 他会跟你讲 我不高兴 你干嘛要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我看东西 我们照会佛教的看法 这个人如果他不高兴的时候 他先骂出来 先把他讲出来 这个人其实可能问题还没有别人 都不吭声的 更恐怖 那种不吭声的 不要以为说 哎哟你看他不吭声了 一定是特别好修行 这不是佛教观点 这不是佛教观点 因为 当然了 我不是说 也叫你骂 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误解我 好像从此来学了 四五难心 法要法师看完诗之后 大家一出去就是 变成我们叫波辣 很破辣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只是分析这个状况 说 有些状况 其实你反而讲出来了 你不把它背着你走 更好 我刚才讲了 当然如果你能怨我无怨 怨我无恼 那就最好了 怨你快乐 当然更好 但是我要说 这个就是我们要再学佛的 你一定要知道 不是的 有些人他不懂的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 在佛教的状况里面 他这个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在佛教这个状况里面呢 有时候呢 是这样子的 一个人如果他不讲 他为什么不讲呢 他其实心里在想 你等着瞧吧 我有机会 你就死定 对不对 那么 但是呢 最糟糕的是什么 心里呢 就一直背着 那个问题 背着背着背着 那就等到有机会 就去嫁害一人 OK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 还有先不谈说 嫁不嫁害 这个人呢 就背着这个烦恼 愤恨 每天就被火在烧 每天就被这个锤子在锤 那么这个是痛 这个痛苦 不得了 所以我们后来 为什么里面有分一个 就是里面有提到了 一个害心 所以那个心呢 要害人的心就生起了 我只要有办法 把他讲得多坏就多坏 是不是事实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 这个就是这种的作祟 OK 这种习惯呢 其实简单的说 都首先 我的看法 都是在分恨开始 都是先是不高兴开始 当我如果不高兴的时候 没有办法处理掉 他又急留在那里面 然后就造成了一种 我刚才说了 就是一种不满 不满 实际上每一不满 就好像火烧一样 火烧了之后呢 就好像被捶打一样 那么你捶打都没办法 你当然要找个发泄的方式 发泄的方式 你就是要找想尽办法 去害他 那么 也因为有这样的作为 习惯了 慢慢就要学会欺骗 欺骗 就是说 你要问你 你对他真的有意见吗 哪有意见 我永远都对他很好的 我常常就说 没关系啊 你有意见就讲啊 你对我有意见也告诉我 没有问题 没有 你最好的 听起来我的毛孔占了更多 你一定会遇到这 没有去看看 有意见就说 是啊 我觉得哪一件不高兴 把事情弹开 是不是 有时候不但是把事情弹开 有时候是说 沟通 大家了解 不同观点 还有千万也不要说 你一定要听我的 我一定要听你的 没有就把事情弹开 所以呢 这个简单说 这种呢 他养着那个习惯 就会把他自己的 事实上 他知道吗 如果他 为什么他不敢跟你讲 他有意见呢 为什么 当然我就不想讲太多 简单的说最简单一个理由 当他告诉你 他有意见的时候 他就因为他们都是 常常不会去 把自己的问题 弹开出来讲的人 他没有这个习惯 他只是学会怎么去骗自己 包括这个方式 怎么去让人家得到你的喜欢 为了这个 这个人性嘛 人性呢 都不喜欢你 也不喜欢他的嘛 对不对 他就透过这种方式 就把他自己 隐瞒起来 像这样的性格习惯 你叫他怎么可以说 让他觉得 你原来对我也有看法 对啊 理解吗 所以他没有办法 接受这个事 当然这样的话 他也会要透过 因为他们也了解 一旦 如果我诚实告诉你 我对你有意见 我刚才说了 他要把他自己的 不好的地方 把它隐藏之外 他也要就是 要假装 我就是对你很好的 心里其实不一定是这么想 就是为了 就是要欺骗别人 那么得到自己的利益 对 这个就是 其实里面谈的这些 那当然了 也有很多了 哎呀 听说他怎么样了 现在 他可以当到什么样的事了 他可以做什么了 也会产生了 妒忌心就生起了 那么 那么这些 妒忌心就生起了 那么这种人 一般来说 如果他有这样的一种 了解的时候呢 他也没办法学习 从这种了解里面 让他怎么样 知道这个问题之后呢 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而跟你分享了 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听不懂 简单的说 所以变成很自然而然的 外表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为了要得到 其实他心里不是 在想这一回事 但是他所做的事 只是为了得到你的喜欢 对啊 然后 那么而且呢 就是 他真的跟你分享的东西 都是只是为了 要讨好你的心而已 对啊 理解吗 他不是真的 就是跟你分享说 哎 你这样子做 其实这个事情不太对 不应该讲 这个没有办法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看到自己了 这样呢 我们一个修行人 当然很难看到这些状况嘛 但是你要怎么办法呢 看到这个状况呢 在我讲的佛教修行里面 你就要去修这个 四五量心 因为在你这个修四五量心的时候呢 你自然而然的 心里对人的怨恨 慢慢的消除 自己心情也慢慢的改善 是不是啊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对人家害人的心呢 也至少从那个悲观里面 也慢慢的把这个害人的心 虽然你不知道你一定有害人 不一定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万一有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也有办法 透过这个修行呢 把这个害人的心慢慢的减弱 那我们修一个习惯 就是透过这个修这个习 我们对人的妒忌的心 也慢慢的就消 慢慢的至少在你修的时候 让他不生气 当然我们在修一个舍观的时候 就将来我们做到 在修舍观的时候呢 也透过这样子呢 让我们事实上一个人呢 很能公正的去看待一件事情 也很能公正的看待自己 像这样的方式啊 其实 像只有透过这样的方式 一种自己透过这个修行 的这种自觉能力呢 你才能真正看到 我们佛所讲的 一个出家 今天我是用这部经来讲嘛 就是说这个出家 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了解了吗 所以这边你们说的 很清楚吗 出家真的意义不会像一个外道一样 虽然对呀 他有一个外形啊 都是大家所尊敬的外形 就是砸一个头发 到哪里去游行 或者是说 就是哦 我就会很会念咒语啊 我就会跟你们帮你祈祷啊 人家来我就帮你来咒 怎么 不是这个 而是真正的 P的一个假杀 就是要把这个 如果自己心内里面 有这些的烦恼 污浊的东西 那么都要把它去掉 这个就是一个出家的一个真正 换句话说 我们对于一个 在家 你们今天是在家也好 修行也是一样 这当然不只是出家人出现的 会可能有的课题 在家人也是一样 那我们常常也希望嘛 就是自己这样 这些烦恼不会生气 因为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这些东西的债啊 它有个问题是什么 它不会带给你快乐的 它本身就没有办法带给你快乐 当然如果你今天说 它其实可以带给我快乐 那当然就是邪见 没有正确的看到 它真的没办法带给你快乐 当下你的烦恼带进来 你已经没有办法带你快乐 当下你想害人的时候 就没办法带你快乐 当下你想不想把真诚的 告诉人家 你的看法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带给你快乐 对啊 像这些 那你如果只是要隐瞒你自己 还有要表现你自己 只是为了引起人家的喜欢 但是我不是叫你做个出炉的人 就是这种心态呢 都没办法带给你快乐 那么当然在佛法来讲 这个就是叫做小 小水烦恼 我先讲了 为什么 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佛教来看 当这种心还在的时候 当然一般人都当然还在了 什么因缘来 当然他会来 他可能也走了 又来 我要讲说 在从一个修行的角度来看 当你这种心 如果还有这些东西在的话 那么你一定是进不了禅定的 OK 这就是反过来说 一个人在修行的时候呢 如果当他心有禅定的时候呢 这些一定会被压伏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在学习佛法 有一个词句说 当你如果有禅定的时候呢 这个小水烦恼 就刚才我只举的这些烦恼 它会连着我们心的这些东西呢 它会掉 它会不再 那么它的特色是什么 有了禅定经验的人呢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 哦 当我们一个人没有 就是在一个很安静 很好的状态的时候 是这么美妙的 这个有很多意义了 一个意义就是说 这种东西过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是多么暗赞啊 多么糟糕 你是先把它撇到圆眼 因为人家问过一个问题吗 究竟学产地有什么好处啊 修行有什么好处啊 那么 当然很多好处 这是其中一个 而我觉得这一个呢 跟我们的生活就息息相关了 那就是 你有一个 有这样的定理的人 真正有这个定理的人 他自然不想要这个东西 站在身上 那么 那么更何况 在学习这个定理的方面呢 尤其你有学这个 四五亮星的话 他不但是不这样子呢 而且呢 他还是不但会 因为学四五亮星 能让你产生定理之外呢 他本身这个方法里面呢 我们这样对应一下就知道了 从一个在开始修的时候 已经在对应了这些问题了 刚刚讲的五个 会造成我们会称会有关系的 跟称会直接有关系 五个你已经对应了 当然包括一个 四个你用词观 就可以去对应了 一个你用那个悲观 就可以去对应了 妒忌的那个 你也用习观 就可以去对应了 那么因为你有这个欢喜 有这个舍 还有舍观 你就可以去对应一切了 简单的说就是 那你就会 一般我相信 一个真正的修行 尤其有四五亮星的人 是应该是一个 就是 当然我不是这样乱说话 肯定讲话 我们回到我们之前 讲三次说的那个 你应该说话 会比较会为别人考虑 对啊 知道说 这个时候该讲什么 这个时候不该讲什么 这个一定会的 因为人有正念 那也会比较注意到这些 那么呢 而且讲话呢 像我这个人有时讲话就很粗鲁 我觉得 但是我不否认的 我也是学了 这个四五亮星之后 我稍微讲话 温和一点 要不然 我觉得 因为我的 这个习惯 不是我是粗鲁的人 我不承认 可能是假的 我应该是粗鲁的人 也不一定 但是我会 至少我会知道 因为我知道这种语言 跟我们的心有关系 我们如果都是触发一个 善的心 我们也要为别人考虑 这就是悲心 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也要多考虑一下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 也变成事实上 我也比较容易听人家建议 如果他跟我讲 哎呀 法师 你这句话讲得不太好 人家会误解的 那我也会听 我记得我刚开始 早期的时候 因为我在照顾很多同学们 他们都告诉我说 有时候会造成一些误解 因为我讲话太直 太直 别多说你来找我 他跟我拿稿子 我就第一句话就问他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懒啊 你自己为什么不做功课 就这样的 我以前是真的是这样讲话的 然后有的人就 当然很不高兴啊 尤其来自不同文化 我们觉得没什么 你就是狼啊 就这么讲有什么呢 但有的人开玩笑 我那个 真的 是啊 那后来 就也是后面有一些话 但是大家 我因为我是老大哥嘛 大家又不好说什么 所以后来有些 真的有几个比丘尼 真的好心的 特点来跟我说 他说这个法师 我知道你的为人 因为跟你熟 你讲话就是这样 讲了就忘了 但是呢 有些人呢 还是听了不习惯的 我那时候就说 哎呀 管他不习惯了 我就是这样 如果他当我的朋友 他要知道我就是这样 然后我甚至为了这些事 常常跟几个比较熟悉的 变来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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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就有了 他还死了 还要跟我变 我要讲为什么这件事情呢 先不讲别人 讲我自己 这个我自己以前都是这样啊 对 就变来变去 但是呢 我常常发觉 吃无量心 对我的一些斑满是什么 顺便跟你们分享 就是 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这样 是不代表我还是很完美 但是呢 至少你还讲 哎呀我会去听听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可能心 不一定是真的是这样 但是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 终生真的是不一样 好 那么简单讲就是 终生真的是不一样 那么这个语言的用的背景 各方面都不一样 我们不能认为 就简单讲就是不要有个 这里面说的就是 就是奸贪啊 就是有个抓紧了 不肯放的这个心 抓在那边 所以呢 一定要把它放下 然后呢 事实上呢 只有这样子呢 才会人好好的改变 改变 对你自己呢 就很大的一个福报 对别人呢 也是人享用到你的这样的 对他的恩惠跟福报 要不然本来你那句话 意思就告诉你 你就是狼啊 你干嘛不只是做功课 是不是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达到效果了 那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当然我不是说我这一句就对 至少我也学会这一点 如果他再跟我来拿功课 我觉得他懒不做功课 我就跟他讲说 哎呀 那我可以借给你 不过下次我觉得 有些事怎么怎么 搞不好他也蛮高兴的 或者是说我不肯借给他 我可以跟他讲 很抱歉啊 因为 反正就是用一个方式来告诉他 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意思 不过讲到这里呢 讲回这边 讲归讲 我们也要修行的人呢 像学十五难行 所以我说嘛 有怨恨呢 一定要告诉他 怨我无怨 他讲的话 你听得不高兴 你要么就怨你快乐 怨你快乐 要么就怨你无怨 但是不要以这个方式来逃避 怨你快乐 我根本都不听你在讲什么鬼话的 不是这个 这肯定不是慈心的 你有这样子的时候 怨你快乐 我肯定就讲什么 其实你是已经愤怒了 你的心已经愤怒了 但你的心的时候已经愤怒了 你是不是在修慈心呢 那你怨降 你倒不如就怨我无怨 怨我无怨 这样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 这部经其中要讲的就是一个 其实出家人 我也是真的是讲到现在 你问我说 跟出家人之间交朋友 看什么 我肯定不是看他的地位有多高 对我来讲 我们讲交朋友嘛 我也肯定不是因为看他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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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就是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人都会犯错嘛 人都会 至少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都会有这种烦恼生起嘛 但是呢 他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烦恼 也可以很真诚的认知说 我有这个烦恼 我在处理中 像这个就是我觉得 这种呢 简单讲这就是善知识的 你知道在别的经里面 佛都讲过啊 我们一个修行人呢 要跟善知识在一起很重要的 是怎么样的善知识呢 当然很多人认为说 哎呀 某某人读了一大堆经论 他读经论 以前真的是不一样 他们真的是 真的去读经论 真的在每读经论 看看自己怎么样 该怎么好好对待众生 现在的读经论 是嘴巴说的一团 也很多这种现象 但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 我不知道 好 但就是所谓真正好读经论的定义在哪里 此读经论真的就是 一部经 你看佛的时代就很有名故事 小周盘 周什么 周勒班迪嘎就是 小周周什么 周盘什么 谁记得 周利盘陀 小周利盘陀 就是一个很好故事 小周利盘陀做什么 小周利盘陀很简单 小周利盘陀只是会什么 他就只是懂一个寄送而已 他什么都寄不了 他就只有知道说 他擦的东西 擦干净了 灰尘还是会来 但是还是要擦 灰尘还是会来 他就只有这个道理而已 他就可以证欧罗汉果了 是不是 我们现在 哪里只有懂这句话 我们懂了 索老师跟周利盘陀比 我们懂几千万句话 但是欧罗汉果跟我们不就 我们讲 这里要怎么去解释这件事呢 就是因为他懂得这个东西 用心去做 是不是 所以用心 不是用心机 去骗 是什么 是用心去看自己 这个心 就是这么安赞的 你要清掉 但是清了还会来呢 要怎么解决呢 这个我现在就不跟你谈了 反正还是要清 不清就看不到 有清跟不清 但是他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道理 这里面呢 就是 讲到 所以不是在于说 读了多少 有的人现在很流行啊 哇我要读多少 读多少 读多少 我没有反对啊 千万里面不要 不要断斩取义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 你能读很多 当然很好 你不能读很多 我也会可能鼓励你多读一点 有时候 但是呢 真正的重点是在什么 他是可以改善自己的 这是我要讲的这个 不是我把这个逻辑理论读了多少 什么东西看了多少 不是在 这不是考试耶 现在大家也知道 这个教育制度有点问题了 这种考试制度有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 搞不好 现在我们现在要讨论 连读经的这个方式 是不是也有问题了 那么 所以呢 这个里面呢 顺便我要把这部经结尾的讲一讲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呢 这是很重要一点 他如果可以审查到自己 我现在这个烦恼没了 称慧也没了 然后呢 我这个对人也都很坦诚了 也不想说 今天你要问你 也不会隐瞒自己的事 但是我不是叫你随便跟你讲 就是不会隐瞒说 把自己包装得好好 那么你看 活得多自在 活得这么样一个自在的时候呢 你心是怎么样 很清静 你心很清静呢 而且呢 也很怎么讲 很自在 而且不单是这样呢 你会觉得蛮高兴的 是不是 我想你们大家不是一岁两岁都知道 你把自己包得起来多痛苦啊 然后你就很高兴 很高兴的时候呢 这里这杯经就讲 如果你人很高兴 知道了 知道这个高兴起的时候呢 那你就从这个里面 就关这个思维 当然我这里没有上下 没有下 就是说你就可以去关 愿这个慈心升起 愿一切众生都快乐 这个思维上下 你就可以去关照这个 透过这个思维上下呢 你们已经学过了 所以不用我讲太多 所以那个定义呢 就升起来了 而且这个慈心的定义 悲心的定义 或者喜心的定义 或者接下来要学的 这个舍心的这个定义 它就升起了 升起的时候呢 简单讲就对自己 对众生结缘之外呢 那么你这个就产生了禅定 所以这种感觉 哇 有人打一圈打得这么大声 这么无聊啊 一般道歉 讲经还是比较成本一点 那么 还好我有点慈心 要不然可能起称心 然后呢 你看 打歪我的想法了 称心就起来了 等我想想 然后呢就是 那么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 它里面后来就说嘛 所以这种感觉呢 就像一个人呢 这个有饥客 不管从东方哪里来的时候呢 他很渴 但是他又看到 有那个这么甜美的水 还有那个 这个池的旁边 有这么漂亮的 这个池 池吧 所以呢 简单讲就是在那个环境很舒服 这个就是在修 我现在顺便说就是 这部经理们也提到 也提到这个四五两星 说 其实四五两星 有时候在修的过程呢 在过程 其实 首先 你在修定的过程 你会发觉到 当你有定的时候 你这些烦恼会不存在 但是呢 因为你有了这个经验呢 当这些烦恼会存在的时候呢 你如果稍微注意 你还是会发觉到 它在哪里的 只有你知道它在 我们佛者讲 光嘛 你就 最怕就是不承认 你承认它在 你就可以找到它在哪里 OK 找到它在哪里的时候呢 至少 它提的这些全部烦恼 你如果透过这个四五两星 实际上是可以把它去除的 去除的 而且呢 不但是是你会可以把它去除 你也可以 因为当你了解的去除了之后呢 实际上 透过这个欢喜的心 因为今天其实有人问到同样问题 就像修喜心观一样 大概是同样 其实你就很欢喜了 透过这个欢喜呢 你就可以做这个四为三想 好 其实不只是 当然佛经是怎么讲 你可以做很多 这个欢喜心本身就足够 那你 只有当然这个欢喜心 当这些烦恼看到去除之后 而生起的这些欢喜心呢 就足够让你进入这个场地里面去 这个就是他要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课题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佛陀要赞叹这个禅定的重要 禅定不是人家在意昧的只是说 你会贪婪 你会执着他 这句话呢 很多时候是针对什么说 是针对外道的说 因为外道对禅定的贪婪是认为 我在禅定里面的时候 我就跟天神在一起 所以他已经认为最至善最好的 在佛教里面呢 禅定的一个其中一些作用呢 像这个经里面说的 这作用呢 就是说你透过这个禅定 实际上呢 你还是可以把很多烦恼给覆盖 但我们的目的呢 也可以知道 刚刚我讲说 就像一杯水一样 如果这杯水窝着了 你永远都是喝这个窝着的水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清净的水 但如果这杯窝着的水呢 一旦被过滤过的时候 你喝了 你下次再看到这杯窝着水 你就知道 这个水是有窝着的 有污染的 对啊 你现在不但是知道 有污染有窝着 你还知道这杯水是可以过滤的 OK 你就可以把它过滤了 过滤的时候呢 你才去喝这个水 而且这样子呢 简单讲就是说 你也知道这个过滤的方式 你也知道这个窝着 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机会 将来还有这个机会 透过这个 你也对这个窝着的了解 才能透过这个过滤 慢慢你就会学会 不要烂这个窝着 怎么烂它全部的窝着 就不会再生气 OK 就当然这是一个 跟观照有关系 那么所以这个定呢 总结着说 它有一个好处 其中一个好处 那就是 你会看到 什么东西 坏的东西不见了 当你有定的时候 当你有时候没有定的时候 随着什么因缘升起 什么这些坏的这些东西 它还是会跟着来 这就是 从这里面就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一般人 当然有定的时候呢 它比较容易掌控 是不是啊 所以你看 就算这个人 他没有修很高的 什么 这个 内观啊 他就算没有修过内观 但是只要他有学过定的人 他还是很容易掌控 你们不要 不要以为说 有时候我们不要每天 就自己脸上贴金 我至少 我看太多人了 有的人呢 他就是有一个爱情 脸上贴金啊 面上贴金啊 自己觉得自己很威衰啊 然后 就是不要每天 就是自己骗着自己 啊我们佛教什么 是佛教肯定是最好 但是你所谓的佛教 是指什么 不太清楚 你看看 我有看过很多人 不是佛教的人 特别有爱情 特别有礼貌 特别的知道 就是说 不是说知道 他不是装的 他是内心的 特别的 这个内心的 柔软 我在英国就是这种 深深的感觉 我不是在 在这边 简单讲 我不是说 我喜欢什么英国人 什么不是这个 不是每个英国人都讲 我说我在那边 真的有这种深深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你要从他的教育里面 从他的生命里面 他的宗教里面 就是要告诉你 要常常为别人多考虑 对不对 他们的教育是这样 要为别人多考虑 这个不是我们佛教讲的爱心 不是我们佛教讲的慈悲心 对啊 他们虽然 我们佛教每天讲慈悲 慈悲 慈悲 但是呢 人家有祈祷 祈祷里面都是 通过这个正确的这个道理 都会想说 哎呀 要为这些人的痛苦 所以做什么事情 要多为别人考虑 那么 人家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人家 这个表现呢 我觉得 从一个简单基本表现 是真的就是如此 是的 他们如果有一些 所以这些人 我至少我接触的 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 人家虽然不是在学佛教 不过你也真正的把这个 真正的一个宗教的精神 一个就是说 一个人的正善美 这种真正的人的这个善 是真的是 真正的是表现出来 我早期还深怀疑 我曾经怀疑过的 说我们是不是有时候 佛教出了什么课题了 不过现在说回来 我很感谢这些经的 很简单 没有什么深度 看起来没有什么 哇太深的哲理 但是呢 就很落实地告诉你 这个我们其实 真正的一个出家人 或者说一个修行的人 这么说好了 其实该重视的是什么 那么这个 这个我觉得今天 我是有义务要跟你们提的 对啊 因为尤其你在这个社会的生活 久了 这个我们就知道嘛 看人不是看外表 看人是看 我们交朋友也是 看他的心 大家将来要谈恋爱的 要娶太太的 甚至年轻人呢 要嫁人的 搞不好还要第二嫁的 第三嫁我不知道 或者第二曲 第三曲 要找到人是看心 不要被外表骗住了 这个都一样 那么好吧 那我就今天讲到这边 没有什么精彩的东西 但是我希望你们真的记住这个 所以下来 你就会发觉人生 自己也活得更快乐 那将来你真的要找伴侣的时候 也知道怎么找到一个好的伴侣 变成你的三自私 不是变成你的恶魔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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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